- 鑰匙 鑰匙我要拿藥 好 这个软便药目前缺货 然后这个降血压的药 还有甲状腺的药也都没有货 民众求方便到社区药局拿药 但一张处方签 八种药品就有三种缺货 药局面临没药可给的窘境 过去在药局里面缺药的纸箱 分量大概是一到两包 但现在的数量是以前的三到四倍 像目前这个药都缺 这回肉园厂的药都是缺的 举这架上的药品数来数去 从过敏到高血压甲状腺 还有胆固醇 心脏病 甚至是摄护腺用药 医者面墙就有六种药 药师给不出来 中盘商那边都叫不到药 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分店调货 另外一个就是请他回医院 也许医院还有库存 全台缺药危机 药师把矛头指向健保药价调整 五月一号开始七千多项药品调降 但有些药还没降 半年前就缺货 像是治疗高血压 社会腺的可训 治疗甲状腺的昂特辛 还有爱来的顾敏药 部分社区药局拿不到 药局它溢价能力本来就很差 那如果调降了以后 会不会说很多的药商就不愿意用比较低的价格卖给药局 我们希望透过在医师端这边开药能够让它更合理 然后减少重复用药状况下 让整个药费的支出不要超过那个目标值 药指注缺药荒 健保署要求医院不重复给药 否则将荷山健保给付 希望把药品回归到社区药局 只是缺药的过渡期要等多久成为政策考验 在一起的马俏 吴欣俊 真元寻亲 拍不到